应中方邀请巴勒斯坦14个派别高级别代表 于7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 今天上午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出席了和解对话闭幕式并致辞 巴各派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 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 这是巴勒斯坦14个派别首次齐聚北京举行和解对话 为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宝贵希望 正如王毅外长在致辞中所说 此次对话最重要的共识 就是实现所有14个派别的大和解大团结 最核心的成果就是明确巴结组织 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 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围绕加沙战后治理 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达成一致 最强烈的呼吁就是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 实现巴勒斯坦真正的独立建国 中国同巴勒斯坦是相互信任好兄弟好伙伴 中方真诚期待巴勒斯坦各派 在内部和解的基础上 早日实现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统一和独立建国 我们将同友关各方一道 继续为此做出不懈力力 最后面是死坦的 一阵全新元 daddy 没有人